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氣候洪森峰會上促請各國宣告氣候緊急狀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會上承諾進一步節能減排 又說要堅持綠色復甦氣候治理新思路 李健生報導 習近平和多國領袖先後透過視像發言 他提出三點倡議 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共單邊主義沒有出路 我們只有堅持多邊主義講團結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贏 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盡所能的氣候治理新體系 各國應該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根據國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強化行動 第三增強信心 堅持綠色復甦的氣候治理新思路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習近平又就中國的減排目標 重新已經作出的承諾和更進一步的目標 中國為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做出重要貢獻 也是落實巴黎協定的積極践行者 今年9月我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 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 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在此我願進一步宣布 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 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 將達到25%左右 森林血跡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 封電、太陽能發電、總裝置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有先電視機就在你健身 糊子冷血跡量將達到達4年 警力跡行者